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讲了灌木月季的修剪 其中我是拿了日本玛丽玫瑰当作一个示范给大家讲的 日本玛丽玫瑰本身它的根系就比较弱 生长相对其他灌木月季来说会缓慢一些 所以它的修剪要偏轻一些 但是我这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除了日本玛丽玫瑰之外 像其他的这些灌木月季品种 我也没有剪得很重 主要是因为盆在月季 你想它春天开成一个大花球的话 那就需要足够多的枝条 这个教训呢 其实在今年春天我已经说过了 自我看来如果你进行了重剪 剪掉了很多枝条的话 那我们辛辛苦苦一年 通过各种方式让它长出来这么多的枝条 不是一夜就回到解放前了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能保留的一些相对比较粗壮的枝条 尽量的都保留吧 那有的话也就会担心说 那你如果枝条太多 那么营养就会被分散掉 接下来这个月季商开的话 是不是会变得很小呢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盆栽月季的话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 施肥的主动权拿在自己手上 只要你学会正确的施肥 给足这个植株足够的营养 你其实是不用太担心它开花的质量的 枝条足够多 肥水给足 春天绝对是会爆花给你看的 当然可能一些月季的新手呢 他不太懂得怎么去施肥 或者把控不好这个量多了呢 肥烧了 少了呢花开不好 这样的话呢 还是建议你用重简的方式吧 今天我终于要对这一颗 藤本月季蓝色英语动手了 讲它真的需要勇气的 因为特别费时费力 而且还要冒着被扎的风险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今天穿的衣服不太对 这个衣服呢肯定是要被勾住的 所以我先到下面换件衣服再上来吧 好的 我换了一件衣服又回来了 现在穿的是卫衣 就不怕被扎了 现在呢把所有的枝条都已经放下来了 本来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呢 是先把这些叶子录掉 但是叶子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第一步呢 是先找到一些肯定要剪掉的 老的枝条和特别细的枝条 先把它剪掉 比如说像这些 你肯定是不保留的吧 把它剪掉的话 那么叶子就不用录了 方便很多 像这一根 这根枝条啊 它是比较老的 新长出来枝条又短又细 所以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保留价值 所以就打算把这根枝条 从根部给它剪掉 剪这根枝条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枝条 为什么要剪掉它 你看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 所以整根就拿掉了 然后呢 把这种特别细的 没什么用的 也给它剪掉吧 本来这根呢 本来这根呢 也不好啊 但是 看一下这边 这还比较长 所以先留着它 这边剪掉吧 像这种也是太细了 剪了吧 这里可以看出 我剪了它多少老枝条了 好 接下来呢 就老老实实的 录叶子吧 录完再给大家拍 好的 花了好多时间 费了好大劲呢 终于把这个叶子 七七八八录的 差不多了 现在看到这个枝条呢 感觉还是多了一些 所以呢 还是需要剪掉一些的 像这种小的枝条 比较细的 如果枝条少的话 可以留着它 但现在枝条相对比较多 还是把它剪了吧 把这个也剪掉 然后这根枝条 大家看一下 这边走向 像这一堆的话 就感觉有点乱七八糟的 感觉盘也不是很好盘 打算从这里给它剪掉 这一堆就不要了 因为我的力气比较小 所以剪了再给它拍 这个直接剪掉了 就这个也不要了 好 这些枝条就留着吧 盘一个花柱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最好的枝条 比如说是像这一根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些芽点 而且这个枝条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粗壮的 那我这边呢 也有很多的枝条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种它其实没有开出花 因为去年本来是要开花的 但是它的阳光水飞 都没有跟上 所以它没有开出花来 这一堆都是 本来应该 可以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但是 因为它是开花 没有开花 所以我想留着这个芽点 那上面它都是有芽点的 看看今年能不能开出花来 接下来这一步呢 就是藤本月季的绑扎了 藤本月季的绑扎呢 一定要小心 很容易你一用力的话 可能会把它枝条给折断 所以我们绑扎的时候 最好顺势而为 比如说它是朝这个走向的 那我们轻轻地把它这样绑上去 也不必要绑得太紧 比如说这样环绕着 上去就可以了 最好每个空缺都给它填上 我先绑个一两根吧 说是先给它盘一两根的 然后盘着盘着 不知不觉就给盘完了 今天为了给这颗蓝色阴雨修剪 录叶子 然后盘着整整花了我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不过呢 盘藤本月季好像是这样的 你刚开始盘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思路的 但是你盘着盘着 可能就有头绪了 所以当你盘完之后 看看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基本上我留了很多的细枝 没有把这些细枝都给它剪掉 因为蓝色阴雨盆栽的话 它的枝条本身就不是很粗 再把这些细枝剪掉的话呢 可能就会影响花量了 而且水肥根上的话 这些细枝也都是能够开花的 那盘完之后呢 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它施冬肥了 这个对于藤本月季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藤本月季的枝条量 比其他灌木月季要大得多 然后它第一波春花的开花量 绝对是非常震撼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去年的这一颗 一年生的蓝色阴雨 今年它已经是第二年了 这个花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它也需要很多的肥料 好的 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